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只要假意识 她说不定能恢复往昔的一切呢 你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不当她的老师不行哦 对嘛 我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是怕你当了她的老师 你俩天天在一起学习 日久生情越陷越深吗 哎呀 文香 这样你才更要当她的老师吗 你想想 你们俩师生这个名分一确定啊 那师道尊严 她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了 哦 表哥 平常看你老老实实的 没想到还能想出这种法子 好吧 如果王爷肯的话呢 我就当她的老师 真的 不过 拜师这里不可以马虎 哎呀 我就说你们别死脑筋了嘛 这不管是磕头也好 作业也好 它只是一个形式嘛 可是李浩已经跟文香说了要行磕头礼 你又得改成作一礼 你叫她怎么跟人家说 言而无信 你让她怎么做人呢 那我还跟王爷说了呢 那再改过来不成了我言而无信 我怎么做人呢 我不管 拜师是像严肃的一事 绝对不能马虎 哎 那照你这么说 作一就不严肃了 再说了 兴许文香能接受呢 哎呀 你就让我跟文香去谈她吧 不行 我就是让她栽什么树 吃什么果 我们都已经跟她说好了 她倒好 她非要领头功 啊 现在我就让你把这事办了 别让文香当不成王爷的老师 哦 我听出来了 你是帮她不帮我呀 好 我不管了我 反正又不是我拜师 你 哎呀 你们吵来吵去吵什么呀 王爷 文香她 文香呢 她要我拜行师礼 向她磕头对不对啊 是 王爷 这个拜师礼呢 我都不知道你们吵来吵去的干什么 磕就磕了哦 啊 你这不是坑我吗 嘿 是坑你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拜师要幸福子礼啊 幸福子礼就要磕头 只要文香高兴我就磕 他要我磕多少我就磕多少 又不是磕想头 又不会把头给磕伤子 好 先下苹果磕头 吃 一 二 三 站好 四 五 六 嗯 站好 起 师父 喝茶 啪 一 二 周庄主 三 周庄主 哦 哎呀 姑娘 你们要走了吗 哦 没有 我们还要多留一天呢 哦 是这样的 我们要举行一个拜师礼 这对我们家公子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是来启邻几个方便 这又何难呢 艾尔姑娘有什么要求 我们千霞山庄是一定大力配合的 那就多谢庄主了 不谢 不谢 小豆子 哎 师父 你跟艾尔姑娘去张罗一下去吧 是 大哥 你怎么答应他们了 那你叫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再不走 我就忍无可忍了 镇定点 镇定点 大惊小怪的 坏了我的大事 怎么做 来来来 跪下 给孔圣人行三拜九寇之礼 三拜 一拜 三拜 七 那王爷 上香吧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现在给文学奇才柳文香柳先生行拜师大礼 放手 金黄孟 Пока 等一等 九皇兄 九皇弟 你糊涂啊 你这是给什么人拜呢 文香啊 他是什么人 竟敢让你办 二皇兄 你不用管我了 反正他是我的老师 从现在开始 他会教我读书 所以我就要向他行拜师礼啊 胡说 他一见女流之辈 怎么能当得起你的先生 你给我下来 我看在九皇帝的面子上 放了你 你 二皇兄 你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了 不行 他一见女流之辈 当你的先生 乃是我皇家的耻辱 我跟你说 我喜欢他 这才是你的真心话 静豪 你若喜欢就照你喜欢的去做 何必搞什么 拜师大典呢 为什么我怎么说你都不明白呢 如果我不向他行拜师礼 他怎么肯教我呢 八成是你出的馊主意 是他 二皇子 这王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哪能劝得了啊 你没能归劝 也是罪过 来人 在 把这位女子给我拿下 是 慢着 二皇子 小女子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嗯 你说 所谓言师救教 是以学问取人呢 还是看人的身份 听你的口气 倒想是你的学问 足以教授我的九皇帝了 那当然了 你 你放肆 那小女子 可能还要再放肆一些 素闻二皇子 在众皇子中 学问最深 小女子愿意 与二皇子 一睹文章才能 不知二皇子 可否给小女子 这个面子 好好好 二皇兄 你就给文香 这个面子嘛 好啊 你竟敢计较我 多事我不答应你 怕得让你小瞧 我不敢与你应对 安人 笔墨伺候 我就与你这狂妄女子 试一试 大哥 糟了 糟了 镇定点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那 那房里的人 都大有来头啊 昨天来的那个 是什么什么 九王女 安义王女 今天 还来了一位 是什么 二王爷 哦 难怪他们的警觉性 这么高 大哥 我们怎么办 二皇子想从何比起 当然是先看看 读过多少文章 而后再做做师傅 再不然都写一篇文章 就算电视 也不过如此吧 这听了甚好 那从哪开始呢 这样吧 柳小姐先背诵一段前人的文章 我说出出出 或者接着背诵 若是出了错 便是我输 反之一样 我接着背诵 你说出出 接着背诵 柳小姐 你看如何 这比试活泼有趣 比科技考试好多了 那二皇子 小女子先出题咯 好 柳小姐请 约若击鼓 地摇曰放熏 清明文思安安 运功可让 光备四表 格于上下 二皇子好计时 文香佩服 你捡那些 冷僻的文章背诵 若是平平常常 那是小觑我 这谁输谁赢啊 子烈子学于胡秋子灵 胡秋子灵曰 此乃烈子说福地巴 接下来便是 胡秋子灵曰 此之迟后 则可言持身矣 几土成山 风雨兴烟 积水成渊 蛟龙生烟 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盛心备烟 你居然能背诵 此篇文章 此乃荀子 劝学篇第一 大约是 荀子最受人喜爱的文章了 然而我不喜见 此人文章 因此 我无法接着背诵了 是文香姑娘赢了 二皇子能够说出 这篇文章的出处 也让小女子佩服不已 而且还能够抒发己见 小女子更是福气 说不了 真是 输了 接下来请二皇子开始背诵 驾龙敦将出西东方 赵无西扶桑 扶于马西安区 也较较西济明 好 我再给你背诵一篇 若你能说出出处 就算我输掉这一场 请 日者太阳之惊 而丞相光明时盛 不照四方 出则天下明 入则天下毁 万物不能观其体 由至尊 这不可愧欲 二皇子不用再背了 此乃出自帝皇藏书 小女子不知出处 甘愿认输 你何以知道是帝皇家藏书 文章要意在于实用 平常百姓学这些文章没有用 而且帝王之家也不会让这些书给平常百姓看 所以小女子说不出来 这么说 你是不肯认输了 不 不论什么原因 不知就是不知 文章认输 我去 方便方便啊 柳小姐 尽管你说的有道理 可我还是愿意告诉你 这几句话的出处 此书名曰 灵台密院 乃南北朝时 良人于济才所作 多谢赐教 文虎 文虎 我在方便哪 方便 半个时辰了 我问你 你这便要方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我一边方便 我一边在替我们王爷担心呢 替王爷担心那是对的 不对 这里头还没分出胜负呢 你跟这瞎掏什么心呢啊 你是不是对我表妹没信心呢 哎呀 这有信心没用啊 你看人家二皇子 这 这 这派头 你在看你们家表妹 李文虎 这里头不是比武招亲 也不是出征战场 什么派头 没用 别看我表妹落入金风 论文采 一定不输给二皇子 刚才只是打个平手 现在啊 胜负还在后头呢 真的 不信 回去看看 别别别 你等我一会儿 你等我一会儿 干嘛 我更方便了一半 才一半啊 二皇子 这次让你先吧 小女子不敢再抢先了 好 出口成章 不算难 为人师表 才是难 夫子周游列国日 女子小人 让人难 柳小姐 听你的了 好好好 文香念师最好听了 既皇帝 你能听懂诗吗 别人等我听不懂 但文香念的 我就能听懂 文香快念快念 诗文难比做人难 辨别中间自古难 今日不说烦难事 欲表心智 难更难 二皇子 二皇子 刚才说了 双方做七言绝句一首 每句配个男子 我们文香小姐 配了六个男子 您呢 是配了三个男子 我想 这个胜负 应该能分得出来了吧 这么 这么说文香小姐赢了 既皇帝 你觉得文香的诗好吗 是啊 我就是觉得文香念诗好好听 我都听懂了 那 你听着啊 诗文难比做人难 辨别中间自古难 今日不说烦难事 欲表心智呢 就难上难 他是说呢 想说的话 有很多都说不出口啊 你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呢 静昊 难道你听了一遍 居然全能记住 是啊 不知为什么 文香的声音很好听 我听一遍 我就什么都明白 能听懂诗的意思吗 二皇兄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二皇兄 这一场呢 就算你输了 算了 做这种事 也没什么味道 九皇帝啊 你的事情 我不管了 刘小姐 以你的文才 做我九皇帝的先生 也够格 对不起 多谢二皇兄 你好文虎 快去把椅子搬过来 让文香做好 我给他行拜师礼 好 好 文香老师 乖 二皇子有心事吗 柳小姐 二皇子 刚刚都有得罪 还请见谅 不 时为会有 胜负常有的事 又何罪之友呢 我只是担心锦号而已 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吧 柳小姐文采 经过不让须眉 九皇帝 有你这位老师 我高兴 还来不及呢 只是 旧皇帝 是父皇最宠爱的皇子 竟然遭次毒手 变成了这副模样 想起来 为旧皇帝可惜 也为父皇忧心呢 二皇子手足情深 小心过人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 天朝的好榜样 谢谢柳小姐夸奖 不用客气 没事 我帮你去捡 不用 九皇帝 你一定要小心啊 不然我真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父皇 放心吧 二皇兄 你回去跟父皇说 我有文香 李浩 爱尔文虎他们照顾我 我不会有事的 嗯 你走吧 那好 皇兄走了 嗯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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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皇兄 再见 嗝 啊 我不知道 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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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吓我一跳 这是什么 我在准备我们路上用的东西 衣服 吃的 用的 这都是要准备的 王爷 这是路上吃的 现在不能吃 我们现在不就在赶路吗 王爷 你现在是在走路 不是赶路 知道吗 那走路和赶路有什么分别啊 当然有分别啦 赶路就是我们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而且我们很多人在一起走 知道了吗 所以你就带来这么多吃的 王爷真聪明 这是什么 王爷 放下放下 放下 这是炒面 这用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我们不是准备了大饼吗 为什么还要准备炒面呢 这不一样的嘛 那是冷的吃 这是热的吃啊 这就叫方便面 对 方便面 方便面 这个又是什么 王爷 你别乱动 这是药啊 什么药啊 我们路上可能有人会生病的嘛 有这个爱情不用找大夫治病啦 啊 我们会生病啊 当然了 王爷 我们路上那么多人 当然要想得周到一些啊 哎 赶路真麻烦 要带那么多东西 哎 桂花糖 这个我知道 我最喜欢吃 王爷 你爱吃 这个给你吃 还有啊 这么多东西给你 你去找闻香碗 我帮你 我去忙 很忙 我帮你啊 不用不用 你去找闻香碗啊 你让我帮忙嘛 哎呀 哼 哼 爱儿不跟我玩 我去找闻香 她一定爱吃桂花糖的 闻香 闻香 哎 闻香 闻香 我有好吃的 很好 很好吃的 我给你吃啊 那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桂花糖 我不想吃 哇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想吃呢 嗯 我就不想吃 那你为什么不想吃啊 我 怕胖 嗯 会发胖 你吃桂花糖就会发胖啊 怎么我不知道呢 可是胖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你啊 胖一点呢 才更漂亮呢 我说不吃就不吃 端死了 我告诉你啊 桂花糖 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了 你如果不吃 我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 来 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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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 尝尝嘛 尝尝嘛 尝尝 今天功课还没有教过你呢 你先尝一下嘛 要教功课 等吃完了再教 好啊 好啊 那这样我就不当你的老师了 那好 那好啊 你教 立正正好 嗯 今天我要教你的是孟浩然的春晓 好 现在我先念一遍 待会儿我再一句句教你 嗯 嗯 春眠不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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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来风雨晓 花落之多少 好啊 是不是啊 嗯 我会背啦 那你可以吃桂花糖啦 今天不只要背书 还要默写 啊 刚才你就没说 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啊 总之你先去默写 一个时辰之后我来考试 拿着 啊 还要考试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请你吃桂花糖 考试 哇 哇 这么难 早知道不请他吃糖了 要写那么多字 不知道多久才能写完呢 王爷 王爷 干嘛 走走走 我们捉麻雀去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 啊 捉麻雀 多好啊 那麻雀捉回来啊 这么一烤 香炸的 好吃极了 走走走 但是我要写字啊 哎呦 瞧瞧 多用功啊这 是文香小姐让你写的啊 是啊 我以为办完试以后 就可以天天和她玩 想不到还要念诗写字 是是是 你来啊 你来帮我写啊 我 我哪会写字啊 你帮我写啊 我 我不会啊 是你想出来的搜主意啊 我不管了 你帮我写好它 我 我真的不会写啊 王爷 那怎么办 文香一会儿还要考试的 你别急 你别急 别急啊 我帮你想办法 我帮你想办法 你别急 不要急 哎呀 不要急啊 王爷 我帮你想办法嘛 什么办法 你说啊 我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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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慢想一想 我想一想 快点 我想一想 快点嘛 对了 有办法啦 是什么办法啊 这个办 你就放心吧 十五十六 一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这样一来啊 就万无一失了 若是王爷问 第三个字怎么写 一二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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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许小 哎呀 你好 怎么样 练得怎么样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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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会儿啊 等 等 等 不能等 时间到了 考试 马上开始 不 不如 再多等一会儿啊 不行 说好一个时辰 就一个时辰 不惜赖皮 不忍不忍不忍 这是什么 努力 努力 是努力作弊吧 快点写 春眠不觉晓 第四个绝字怎么写 让我想想 管他呢 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个绝字太简单了 就这几笔他还写不出来 真傻 第四个是绝字 不会吧 如果这个是绝字 那我写的这个是什么 不会吧 什么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的 不要念 快点写 是是是 快写快写 你这样探头探脑 东张西望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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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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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第二套和第三套方案 你呀 什么外主意都别打 给我老老实实的写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今天要是写不出来的话呢 等着受罚吧 王爷 我给您送茶来了 你们好辛苦啊 文虎兄 怎么会是你 艾儿呢 艾儿太忙了 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做吧 搁下就走吧 好好好 王爷 您还是要好好的喝茶 这可是有名的湿茶呀 好茶好茶 湿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是这个茶叶呀 你看这个茶叶特别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尝一尝 这个老师也尝一尝 茶叶有问题 茶叶有问题 什么干茶 湿茶 什么鬼啊 不不不 这是老师喝的茶 就是湿茶 老师你喝 你 老师不谢 对不起啊 对不起老师 你看我这个人毛手毛脚 毛手毛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师 我写完了 写完了 这么快 你看一下 写好了 看看啊 你写的是什么 写的什么就是什么 你自己看 怎么会这样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不是你写的吗 你问他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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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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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写的 我这是帮你啊 你怎么出卖我呢你 李文虎 好 好的不交 叫我也作弊 两个一起吧 看你出的鬼主意 我都累死了 你累 我比你还累 我好心帮你的忙 你还出卖我 跟着你受连累 我不是有意说出来的 我是来不及做反应 我一张嘴 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还铁哥们呢 还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呢 好了好了 就算我不对了 但是要不是你出的鬼主意 我们就不会被发现 不会被罚 这主意怎么了 这主意多好啊 你不就是找错人了吗 怪我 不识字啊 你说 这事要是找艾尔来帮忙 肯定没问题 这种事我才不会帮忙呢 文湘小姐可都告诉我了 你不教王爷学好 我看啊 就应该罚 我也是好心嘛 想帮王爷的忙 这 你就这么帮王爷的忙啊 这样王爷能学到真本事吗 敬朱者赤敬末者黑 以后啊 你还是离王爷远点 不要王虎说话了 我都快累死了 我也快累死了 李王虎 你没看见王爷累了吗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东西放下 这文湘小姐 她不让放下呀 现在我让你放你胸放下 还是妹子知道心疼哥哥 来来来小心脚 来小心脚 行 现在呀我先好好心疼心疼你 来趴一下 多好啊 还给我吹背呢 轻点啊 少废话 王爷 坐下歇会儿 啊 母妹子 你就是这么心疼我的呀 闭嘴 王爷 我这就去给你求琴去 都搬那么长时间了 应该差不多了 这老师心疼真狠 瞧王爷都出汗了 你可不可以帮文湖也求求琴啊 对对对对对 你也顺便帮哥哥求求琴啊 你给我闭嘴 不要拍好得了 王爷你等着我啊 等我啊 我跟文湘小姐好说歹说 文湘小姐才答应饶过你这一次 下次啊可千万不能再作弊了 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 还有啊 以后不要经常跟李文湖在一起 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肚子的坏水 对他不是东西 他是一个人 王爷 好了早点睡吧 好吗 来 把鞋脱了 你 有 王爷 别怕 是不是都没有啊 鬼鬼鬼鬼 王爷 我出去看一下啊 不不不 你走了 我更怕 不不不 王爷 我还是出去看一下吧 这样你心里才踏实 好吗 先睡一下啊 王爷 乖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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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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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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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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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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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